101年全國自由車公路錦標賽 和2013年國際自由車國家代表隊選拔 16號上午9點在台東森林公園舉行 首先由台東大學啦啦隊熱情的表演下揭開序幕 因為每年都要從在台東的這個全國公路賽 來選拔出年度代表國家出去比賽的選手 像我們剛剛從奧運回來的蕭美玉 也都在我們的選手之列 本屆的賽事為期兩天 選在擁有台灣最美的海岸線台東舉行 當天賽事分為男子精英組、青年組及女子公開組 賽程總計全長170公里 由全國的天馬頂尖好手齊聚台東 爭取最佳成績與獲得國手的資格 比賽路線沿著東部海岸線著名的景點 八仙洞、十余傘等風景區而行 當天太陽不大又有些許的微風 對於選手們在這樣的氣候下比賽 有助於緩和體力的消耗 17號將要進行全長20公里的計時賽 成績最佳的前四名選手 將成為2013年國際自由車公路賽國家代表隊 喜愛自行車的車友及民眾到時也可以一同來觀賞 並且為選手加油打氣 感受自由車運動和東部海岸風光的魅力 東太新聞 陳清雄 盧麗成 台東市報導